再来 你不是我遇见过这 最难对付的对手 但绝对是最扛打的 我欣赏你 但你还是得死 自古邪不能胜正 我是正 你是邪 我不信我打不过你 你难道没听说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吃斋念佛 心不够狠 如何能赢 废话少说 你的徒弟已经被我打死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来 师父 徒儿没用 知情别说话 运气调息 是 师父 师主你已经赢了 还打吗 我赢了你的徒弟 但还没有赢你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赢我呢 你是少林寺方丈 江湖太斗 冥满天下 我要是打赢了你 以后不止少林寺弟子 即便是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看到了我 他也得给我绕着走 你可以走了 队外人你就说 少林寺方丈就败在你的手中 你不跟我打就认输 你是不是不敢打呀 输赢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你想成名 可是你赢了会怎么样呢 树打招风 早晚有一天 你还会失败的 你要是怕输得太惨 损了少林功夫的威名 不打也行 但要在我面前自行了断 你一定要取我的性命吗 输在我手上的人 不可能有活口 我们在这儿 这什么地方 这么阴冷 你是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师兄们 他们是不是 也被抓来了 他们比你先走了一步 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 你快把我放了 我要去找我师兄们 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 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我除了 好吃懒做 胆小怕事 我真想不出我还有其他的毛病 勾结乱党 谋逆朝廷之罪 你们是不是掩护万寿山进京 意图谋反 我冤枉 我们掩护万寿山将军进京 那是为了何谈 油锅已经为你热好 你再不认罪 就下油锅炸了 散开 外面猴子被冤枉包围了 活开 让你们过分青蛊造白 冤枉也会造反的 我看是你的叛党同伙要造反 你别走啊 你把我给放了啊 你把我给放了 我给放了 你就不是单纯为了扬名 鄙视武功而来 那是什么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宫里的那个人 派来的杀手 想取我们的性命 老东西虽然老眼昏花 心思倒还透彻 就算被你猜出来又怎么样 我连棺材都替你们准备好了 既然你不是为了鄙视武功 扬名江湖 那就怪不得老衲要出手了 和尚 你受不了我三权 就会散家 难道你不懂得过硬一折的道理吗 不错 你的功夫还可以 凶狠霸道 强硬有余 灵活不足 这正是你的弱点 我虽然老了 对付你还绰绰有余 原来少林寺和尚也喜欢说大话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来对付我的一身硬弓 打 起来 不可能 你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现在 你是身于疾风咒雨的林子中 你就会发现 在狂风肆虐下 最先折断的 一定不是细小的之眼 而是粗壮的质感 因为细致懂得借力化力 粗壮的质感自以为强硬 所以最先被折断 过硬一折 这是你的弱点 你还要打吗 如果今天遇到的是你的敌人 你就已经粉身碎骨了 你放开他 趁人不备 卑鄙无耻 这叫兵不厌诈 老东西 我想你应该不希望 这么快就看见你的徒弟 死在自己面前吧 放开他 他现在是我的护身符 我又怎么舍得伤他呢 不不不 施主 你不需要护身符 老衲从来没有想要伤害你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我打不过你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出尔反尔 师父 师父 不可以 不要 老徒驴 算你失去 但你忘了我真正的目的 是绝对不可能让你们活着离开 阿弥陀佛 师父 是弟子连累了你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你我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这正是佛俗对我们意志的考验 当年三藏法师西天取经 你 说 听 听 听 的 好